韓國是建立在一套非常殘酷的制度,由考試制度開始 全世界教育制度最厲害的兩個地方就是芬蘭和韓國 韓國其實是相似以前中國的科舉,大學聯考是全國要放在這裡遷就的 是嚴酷到這麼厲害的,然後工作壓力是這麼厲害的,我們那時候整容跟別人合作過 後來都跳樓死了,韓國的自殺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那種壓力是很高的增值稅,生活的殘忍到不得了 在這樣的制度,然後高度支持自己的企業 結果就是3D和LG和Samsung打低了日觀電視機 我們可以去講局 去墳場拍拖? 去墳場拍拖 因為在墳場拍拖可以說什麼? 可以說生和說死 如果你可以跟一個男生說生和說死 你就會突然覺得跟他親密 戀愛全天候之色情公仔箱 星期一晚九點,愛上網,愛上LOVED.hk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首節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辭明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上一嘗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想減肥又不想辛苦? 還要有得玩又開心 和平通全香港 快點來例程美學方Bally Dance Corner 他們有減壓瑜伽班 燒脂印度舞 健體排排舞 素身抱皮舞等等 自己覆場練習都可以 而且還有多款跳舞衣出售 現在星期日還有免費試玩班 想知詳情? 快點上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詢 我先去報名 自從第一次跟你相遇之後 我對你一直都念念不忘 忙不了小籠包 魚子醬分蛋 菜心獅子頭 花雕醉雞 送薯魚羹 黃金蝦球 盛黃胡椒餅 我決定立刻去觀塘成葉街 東廣場二樓 吃光你們的辣頭 黃不料拉麵小籠包訂位電話 2668-9133 好近地鐵站 禮拜二晚八點 天外有天 沒理由的 因為過往一向都有人 有信徒關心香港 無論我們的院長 露龍光 牧師 道基後院神學院 露龍光院長 當年他們都非常關心社會 今天也是 那個位置可能不一樣 禮拜二晚八點 天外有天 動靜 二凹 五夜蒙爾陸像 幕後員班人馬 明天打造 本年度最強驚嚇顯皇 車輪11月22日看得死定 哇,Jackie Lin真的很厲害 我不試過也不知道,原來真的可以 Jackie Lin當然怎樣 相信我,Jackie Lin超級 你在說誰? 連Jackie Lin也不認識,當然也有暗瘡 有Jackie Lin,我暗瘡 是不是電話公司? 請問Jackie Lin的電話多少號? 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自已 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了 我找Jackie Lin回手,她們兩個熱波 解決了暗瘡 一沒有暗瘡,快心翻散 由Jackie Lin無暗瘡 星期一,三、五 蕭先生助陣,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文史哲理 風也笑笑,現在開始 韓國人的數學和科學 中學等級都贏了全世界 跟芬蘭一樣 香港都是三、五名之內 其實是 我們說香港教育制度差 其實是差了什麼呢? 就是語言能力的大幅度下降 即是英文的水平大跌 英文和中文水平都大跌 其實是 就不是這些術科的水平大跌 那這些當然 現在搞到香港的英文水平很嚴重 其實是 跌了很多 比起以前來說,跌了很多 是 那我再說回 我去台灣做什麼呢? 我初去台灣的時候 一九七幾年 全台灣都是戒嚴的 寫著反攻大陸 沒有亡再舉 這些事情 很危險的 所有長途電話都是被人偷聽的 算是老長時期 我記得在2007年去台灣 搭接的時候 他還會打字出來說 什麼防蝶無假期 第二就是 那時候七幾年台灣窮得怎麼樣呢? 那些台灣妹 即是你有牛仔褲 你有唇膏送給她 就搞定台灣妹 那麼好? 那麼好的 以前的南韓都好像是這樣的 後來韓國到八幾年都是這樣的 這樣到了八零年尾 台灣人就財大氣粗了 我看著好像現在的大陸人 你明白嗎? 即是開始看香港人皮了 即是你意思是眼角而已 即是並非好像文化 即是柯尿都不是 是眼角的問題 他們都是很向人 即是我們的眼中 我們跟他們一起去外國 即是文明比較低一點的意思 你看回之前拍揚寫的中國人 就說了台灣人是怎樣的 但沒有現在大陸人的周圍 我試過這麼離譜的 都是很香的 很大聲說話 很無禮貌 即是你覺得台灣人 即是無法護感 即是套崩郎 其實崩郎也是吸毒 你要知道 不過你不介定它吸毒 崩郎會進入彷彿狀態 台灣人就是穿崩郎 這會不會算是 即是大陸和台灣突然間 由很窮變得很有錢 所以步伐戶也是這樣 因為你中間沒有學過文明 所以當你有錢的時候 你就財大氣粗 不可一世就是這樣 即是黃禎 他姓稟如那些很好的例子 是 即是覺得不可一世 即是八幾年尾的時候 和九零年頭 台灣人是現在大陸人的狀況 覺得自己很有錢 那好吧 那就是講回這個 我去台灣做什麼呢 就是跟大家講幾句 我在楊明山公務裡 拜我阿嬤和我三叔 這個就講回一小段 其實 這是邊緣回望講的 即是我阿嬤死的時候 八十幾歲 即是我一生人最大的遺憾 就是我 對我阿嬤 是沒有特別去照顧我阿嬤 為什麼呢 因為她是我媽媽的頭號仇人 哦 你知道家婆媳婦的事情 哦 是 因為我爸爸是很裙腳仔的 我阿嬤是很dominating 於是我媽媽覺得受到屈辱 嗯 其實呢 如果我對我阿嬤好一點 我媽就會生氣了 其實就是 是不准我去理他們的 其實是 哇 真是難搞的 是的 那個仇恨是很深的 我媽媽不生人最大的仇恨 就是我媽媽來的 嗯 那我當然是信從我媽媽 一直都是 嗯 那現在我媽媽現在 即是再 即是沒有了一個consciousness 都不知道我做什麼了 那我才可以去 就是她是葬在楊明山宮武那裡 嗯 因為我三叔 我跟大家講講 就是台灣特務來的 嗯 是 她因為去台灣讀書 她是華僑 所以就吸收她做特務 派回來香港 這個 結果在台灣結婚 我有一個唐弟 一個唐妹在台灣 大家在facebook都看到了 她已經放了我們的照片上去 一個就叫蕭若思 一個就叫蕭若家 就是唐 唐妹 因為我唐弟 這個其實呢 其實這個我是無可奈何 即是我媽媽怎樣都好 其實到最後來講 就是我這一生人最大的遺憾 就是沒有照顧我媽媽 就是這樣 因為非常難做 好了 講講香港的問題 你講講趙善波 趙善波 政府推行的法案的優點和弱點 而並非幫政府做宣傳工具 去製造民意 即是她說在報紙上下廣告 她說監察這兩個字 原來就是看網上討論區 Facebook 所有網上的渠道 究竟那些人發表些什麼呢 反政府的言論是基於什麼因由呢 有什麼反對政府的聲音呢 而不是就說 我要監察她 誰說這些不合適 我就會罰她 即是否以後去洗浪斯 就扮了例 即是她可能會這樣做 但並非說 浪斯整張圖 國家整張圖 不適合我看 我就禁你 就不是這樣的 她應該不是監察 而去看別人的文言 她是監察 即是她是不是會請人 打手來平衡網上的文言 政府做五毛黨也是 即是她幫政府做宣傳 當然這裡首先是 把中央政策組的位置去降了 當時這些事情是劉慕雄搞的 即是你現在變成同組的level 當然中央政策組本身的grade都不高 除了在董建華的時代比較高之外 現在自己淪為一些吹水的組織 第二就是 將網上的東西看得太大 即是說我怎樣去鼓動民意 不是從政策方面的好壞去改善 你根本是不明白焦點所在 是的 那你又另外說一下劉兆佳所說的 即是出來說的 劉兆佳我也是看了她少許 最近她有本書說回歸十五年的 她裡面有幾點說到香港的核心價值 有些反對派故意去拿一些比較親西方的核心價值 這些比較東方性的核心價值 這些人是故意不提的 例如說孝道、家庭、勁勞、持有 這個其實不是劉兆佳所說的 其實今天整部頭版很奇怪 無端白事她就拿回04年的核心價值宣言來批評 最近可能就說那些人從這個港獨 其實你聞到是一個輿論公式 從之前港獨到現在 港獨那邊可能覺得你講得太厲害了 港獨令人太反感了 就說香港人就沒有了東方的價值 但我想說這些價值 西方都一樣是有宣傳的 即是她不是每次都劃分 孝道就是東方、民主就是西方 不是這樣分別的 即是你見到劉兆佳也好 那些邏輯是沒有根基的 劉兆佳其實她主要的立論 就是中央已經很委屈求全 已經很容忍 結果她發現香港越來越不對勞 我想問一下劉兆佳 所以我跟很多青年人朋友說過 政治學、公共行政、社會學等 是不用讀的 你看劉兆佳也只是讀了這麼多年 她說的話是完全沒有特殊的見解 其實是來來去的那套東西 即是社會功能論 講了這麼多年 一套很簡單的東西 她將自己的理論變成教條 她還是很認識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政治冷感的 因為家庭利益是凌駕社會的 其實她這套理論有一個很大的漏洞 她研究了70年代香港的民情是這樣的 因為相對來說香港和大陸和台灣已經是最自由開放的地方 大部分人已經覺得很滿意 因為我覺得民主可有可無 但這件事其實對八九年代 到今天已經是大變了 劉兆佳好像說 反對派專門是為反而反 是為了削弱政府的威信 又說很多年輕人的參政 是任性浩鬥欠理性 你見到劉兆佳對下一代的信任是非常之低 但你講香港現在這麼多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因為董建華那八年來 就找你劉兆佳做中央政策組 那些政策是完全和民意背道而馳的 你見到劉兆佳好像百萬五那些事件 他們反應非常之慢 反應慢政策和民意背道而馳 才是你香港到現在的情況的死症 而不是你中央很受委屈 反對派違反而反 那些全部都是莫須有的罪 我覺得中央如何受委屈 這完全是他們作出來的理由 首先 我一定要攻擊趙善波和張志剛 他們就是養衰之霸 我不是歧視人來養衰 但為什麼一群人都會這麼養衰 尤其是這兩個人是特別養衰的 而且他們就是梁振英及其班子 你攤了他們的照片來看 最多是岔鼻幫 比例是這樣由梁振英開始 最多這些人 這些照片是有得看的 好了 他說中央理解的一國兩制 和香港人的理解不同 劉少佳說 他說如果香港 例如23條立法 損害到國家的安全 那又怎樣呢 我是不明白 這個是偽命題 根本就是香港 是不會損害到 沒有條件損害國家的安全 因為香港和國家之間 是有一條邊界在那裡 混蛋就是來香港進去 你那些反共基地的人 進去就被抓了 不過劉少佳的所謂國家安全 意思是 將國家安全等同中共的一黨 專政千秋萬世 他們現在整個輿論公式 好像在暗示所謂尊重一國 就是要香港人認同 大陸那一套知識形態 即是認同中共的一黨 專政千秋萬世 總之中央所有的政策 我們都不可以質疑 即是不可以質疑中共的政策 可能會有雙普選 這樣的話 中共就會放心 即是當你投民建聯 你就會有雙普選 即是香港威脅中國的安全 因為香港可能會威脅到中國的安全 你是想不到一個hypothesis 香港怎麼威脅中國的安全 因為香港距離北京很遠 即是你打上去都會打得很厲害 總之香港自己弄一支軍隊 是不是 你要想像一種假設會發生的事情 是香港會威脅到國家的安全 我是想像不到的 你的國防機密 原子彈又不會在香港 你的動彈機密 在香港有些人是反共的 如果搞武裝 第一 任何人在香港有武裝 都可以抓 因為香港有槍都可以坐七年 全部都可以 第二 你現在在香港搞間諜 香港也是可以抓 而且你在香港搞最好監視 你一跨邊境 就把你抓了 什麼時候立即在香港 會威脅到國家的安全 你回答我 你回答 你在香港解放軍的基地開放日 都是被人任意不生氣的 是啊 你有些解放軍 香港人何時有支軍隊 是可以對付駐香港的解放軍 我問你是 他們就是要你們接受中共那套標準 中共那套標準 他們覺得國家安全 你寫一篇文 不妥它 都已經威脅到它的政權 我想說 劉少佳和中共所怕的 就不是香港的武力 是香港的文明和思想 所以他要干預香港 劉少佳 以他身為一個教授級 講座教授級的人 說話這麼幼稚 他說 沙士共用資源 自由行 即是那些SIPA 那些你又不說干預香港 所有地方 大家的貿易都是有來往的 難道我和美國做生意 美國說現在減低香港的稅 我又說美國干預香港內政嗎 做生意和干預內政 有什麼關係 即是香港人從來大陸都是自由行 你放回大陸人來香港自由行 自己是對等的 其實你沒有責任我便宜 對不對 你就覺得天這麼大恩惠 這個真奇怪 甚至到目前為止 大陸最多外資都來自香港 嗯 即是香港在上面的投資 是遠多於大陸人來香港的消費 是啊 那你為什麼都要管香港的內政呢 現在問題就是 你都要管香港的內政 你現在劉少嘉 其實都承認了管香港的內政 你要管香港的內政 就是香港威脅到中國的安全 這個實在太好笑了 因為它好笑到 比如現在國內 即近這幾年 因為太專制統治之下 很多這樣的民生政策是不開放的 結果很多人民就出來反抗示威 他就說內地的示威暴亂 就學了香港的遊行示威 但你可以看看香港的遊行示威 是很理性和和平的 內地的那些因為民喊 即民喊比較喊 就會跟你打理公安 衝你政府的閘門 根本就是不關事 他說內地示威是學香港的示威 所以說香港是威脅到內地的安全 是非常之荒謬 是啊 即是說起來是這麼荒謬的 而呢 香港人 我說特區政府沒有認受性 他就說你呢 就知道是暗示中央政府沒有認受性 他就說你暗示嗎 你這個混蛋 你這個北中共政府當然是沒有認受性 哈哈哈哈 你說本事叫阿泉 你看看 其實陳雲福那篇訪問是最妙的 他說 這麼委屈 為什麼當初要收回香港 是啊 真是很生氣的 趙善波呢 首先就是蠢到加零一 他說這些東西出來 一這樣說 策動輿論 結果呢 你知不知道 發生什麼情況呢 即是 以前 港英政府也好 特區政府也好 壓住 譬如說人民力量 人網 這些人的言論 是靠什麼呢 就是那幫 中立的輿論 主流輿論 那幫人 因為他就是 假設是沒有政治立場 而那幫人就用 經濟理論 市場理論 或者我們不要搞事 這樣來批評 這些激烈的主張 你現在這樣一話發動輿論戰 和糧粉是這樣的搞法的時候 那幫學者就覺得 他不能夠變成梁振英的打手 是沒有了學術忠誠性的 所以最近 這個老人生過金 所有人都不發聲 因為以前 就被人打到猛 阻礙著那幫老人家 其他人站著也不發聲 你越是這麼說 就只有你幾個糧粉在狗肺 就越是沒有人幫忙 其實 每個人都恐怕染上了嫌疑 是梁振英的打手 那些人是 有學術地位 雖然他說幫政府學者比較少 他最近有些學者出來和政府唱反調 例如成名 甚至是蔡子強 心目中他們都會比較和政府唱反調 所以之前的文匯 大公報 不斷攻擊成名 攻擊 蔡子強 攻擊馬惡 甚至現在 蔡子強 受命 攻擊中大的通識部 即是你上面看到 所有不聽說是學者和大學 我都會攻擊你 逐個攻擊 先由人 再由每個部門 再由每間大學 今次攻擊就是中文大學 下次可能攻擊就是香港大學 你可以看到 就算上面看到有學者不出來幫政府 都不要看到有任何學者出來和政府唱反調 那班學者不敢和政府唱反調 但是他為了保持他的Integrity 在學術地位 他就不敢出來幫梁瑩做打手 於是就變成那班左派的人和激進那班人對抗的局面 你覺得很有趣 其實整個社會是靜的 其實不單是學術界 例如本來聽說羅浩草比 想找金國良去主持DBC 金國良不敢參加 因為變成是梁瑩打手 那些中立是沒有了 中立是取消了香港的主流社會保守力量 討伐現在有兩條線 第一就是政府做多些輿論的攻勢 第二就是收窄所有反對政府 或者質疑政府的輿論 你看到港台的行動 甚至最近DBC 甚至在報紙上攻勢之前 打電話給信報明報 也看到政府一方面要收窄輿論的自由 一方面要加強政府輿論的攻勢 結果就是兩極化 你看到中央沉默的多數是不出聲 如果不是長毛就像以前這樣做 拖著老人金 就會被人攻擊到體毛元夫 現在是沒有事的 所以趙善波 他還想開第四個位 這次和萬必來我都跟他商量 說你們無論如何都拖死他 馬上來開第四個位 又無限制拖拉布給他 不過趙善波這麼多年的言論 都非常之左 人稱左王 趙善波說 大陸有鄧逸群 在香港趙善波 就互相揮映 他曾經在名譽上 如果要競逐這個香港左王 其實有很多個王選人 其中之一 即是我們現在說回我們的立場 我們站在香港本土立場 我們站在香港本土立場 就要求你不要搞我們的自治 其實這個是你基本法答應了的事情 你現在反口而已 對不對 除了國防外交你就管 國防外交以外你管什麼 這是基本法第十三、十四、二十二條寫明 根本中央對香港說得最多就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穩定繁榮 全部都做不到 什麼時候會挑戰到一國呢 這根本就說這件事是偽命題 是荒謬絕倫 然後又說香港人不承認中國人身份 大陸中共就不在乎香港 會否保持中華文化 只會要求香港絕對擁護中共的統治 但將中國人身份 就等同擁護共產黨的統治 是這麼卑鄙的 但是最近我要覺得自從選舉之後 政治力量不足夠 這件事是要增加的 集會能力 總之現在的大問題就是 整個反對運動現在是很散修 要再做到某種凝聚 要找一件事真的可以先吹到大雞 其實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整個梁振英政府一附這樣的嘴臉 遲早會出大事 還有大家要知道 香港差點陷入了一次衰退 第二季就是增長0.6 如果再負增長 其實就是香港陷入衰退 如果香港陷入衰退 但今天最新的失業率數字都上升了 其實中共本身是很怕廣東和香港 因為反對中共的勢力很多時候是來自南方 反對朝廷的勢力 如果香港有兩個管治團隊 其實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本身內地不信任香港會港人治港 怕香港人真的治港 就會偏袒香港人的利益 而忽視中共的利益 所以找董建華紅色的商人 曾蔭權是表示效忠 我才勉強找你上台試試 現在找為土共梁振英 但背後真正治港 是李剛那班 彭青華 大家希望習近平會否改革 是這樣的 不是在壓力之下 是不會主動改革 他們是 這班人絕對沒有這樣的魄力 還有現在習近平也要好聽 江澤民派系的話 江澤民在十八大坐中間 掉了一些東西 胡錦濤也要幫忙 胡錦濤也沒有說完說話 江澤民撿東西 你看到江澤民的氣焰和地位非常之高 連習近平也要派三份 你看到中央的書記處 七位人員有三位是江系的 上位以及政治局的委員 很多都是江系佔優 不過有一點微目 我看到接下來 會有機會做第六代的接班人 江系的優勢反而比團派少了 但你不要忘記 他們可以隨時突然提起一個人上來 其實在十七大之前 沒有人估讀習近平 每個人都打算是李克強 全派的人是出名做的 但是他們是不用聽理這些事情 不過李克強本身的政績 實在是佛善觸塵也太差 沒有人會猜到習近平做儲君 在太子黨的左中右中 他也算是挺奉緣 余正星和薄熙來 其實改革派和右派的太子黨 都是OK的 你看到中共現在的政治局委員 有人說胡春華 胡錦濤是胡春華 還有說這是賈慶林的外將 孫正才是有機會成為第六代的領導人 我就說 最大機會反而是跟江系 太子黨和團派出身的趙樂際 機會是比較大一點的 但是anyway 完全是看突然之間飆出來的 等於江澤民也好 這個胡錦濤也好 你每次都想不到 那些人其實是 這些不是誰一直聲望高的 會做的 所以我看到傳媒 吹那兩個胡錦濤和孫正才 機會都微一點 反而王滬寧 或者剛剛我說的趙樂際 傳媒不能怎樣說這兩個 機會反而會大一點 通常都是會選四平八穩的人 不會是連面俱圓 連面俱圓 好的 今時間差不多了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團骨煲 鮮辣新口味 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辭明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士 嘗一嘗靚波之尾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喂呀 你為甚麼不看我 嘩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 蛤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都沒用 不如你收聽明星潮雨館 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我是Jacque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que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 Jacqueline護膚教室 由Jacqueline Beauty送上 上終極暗瘡快打 3188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食點心我要有創意 點點心 點心專門點 陳榮獲Time Owl Magazine 最佳點心大獎 紐約新聞周刊 2012年全球101間最佳食物 忍手點心推介 脆皮鮮蝦腸 真是菠蘿包 燒汁釀茄子 芥末鹹水閣 太子燒買王 出名不一定貴家 點點心為人民服務 還不快去灣仔天樂里 旺角通賽街 佐敦文英街的點點心 記得吃一碗 蛋白杏仁茶才好走 好了 好 дерев島